这孩子长得有反骨 这要红的时候肯定得够瞧的这个 桀骜不逊的东西太多 天老大他老二 没有他瞧的体的人 这应该就是过得刚迄今为止遇到的最狂后辈 都说向游新生 陈迟也因为参加完这档节目后 被人惯上了这个标签 原来在2005年 是天津相声演员陈迟和搭档一同参加的 老郭谢娜和英达组成导师的一档节目 节目上 陈迟可能由于年轻缺少舞台经验的缘故 所以他的表演便和其他的选手比下来 显得略微不尽人意 所以谢娜和英达便自然没有给他通过 也因为如此 陈迟也在两位导师面前做了极尽挽留 可却没曾想因为轻狂傲慢的话语 一下得罪了英达和谢娜 眼看两位导师都不为所动 于是陈迟便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老郭的身上 我现在就差郭老师调教了 我教不了你 今天的舞台上你们俩不是冲着我来的 所以咱们台下教朋友 老郭对于陈迟的努力争取机会 还是十分看好的 但接下来陈迟的一番话 却让他更加肯定了 他没有给通过的决定 面对陈迟的发言 老郭也对小伙的性格心知肚明了 因为他只认为他不比任何人差 只是缺个机会 但是他却从来不考虑 他为什么比别人少那个机会 年轻人狂点倒没关系 但不要狂过头了 自己有能耐有本事最好 但不要忘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面对小伙的狂妄自大 老郭便说出了视频开头的那番话 并且郭德纲的这番点评 也的确有水平 不仅有前辈对后辈的点播 告诫他借脚借造 同时也有前辈对后辈的保护 可以说老郭的话只要听进去了 这对小伙来说绝对很受用 但小伙有没有听进去 我们还真就不得而知了 而老郭除了在节目上 为他人真诚点播以外 遇到好的苗子 他也是一点都不浪费 这是老郭和千尔大爷 少有的意见不同意的时刻 郭老师 我觉得这孩子要留下 我觉得这孩子要留下 如果他要是对相上 有这么大一份热情 有这么大一份爱的话 他年龄现在也正合适 如果您提鞋提鞋的话 他应该是能够不错 在一档节目中 千尔大爷难得 对一名选手极其欣赏 于是他便在节目中罕见开口 希望自己的老搭档 能够收下这个好苗子 毕竟都知道 千尔大爷一向是 整个圈子里公认的第一晚主 而他自己的徒弟 几乎都已成名 所以没有了牵挂 再加上年龄偏大 有马赵状这个好苗子 千尔大爷自然是不肯放过 但如果自己收他为徒 那么孩子跟着自己 必然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所以千尔大爷便想到了 自己的搭档老郭 而为了这个孩子 千尔大爷也是罕见的开口 希望老郭能够收下他 但没想到 合作了几十年的老搭档 这样的开口求自己 老郭却想也没想 就拒绝了 看着老郭的淘汰 小伙儿在台上也是百感万千 因为为了能够说相声 马赵状几年里 南上北下 到处存钱 听相声 说相声 虽然日复一日的奔波 疲惫不堪 但是他内心 却仍旧怀揣着满满的柔情 作为选秀的选手 我希望 我留下 但是作为朋友 我希望他们留下 作为选手 希望自己留下 作为朋友 希望他们留下 就凭这句细节 人品不会差 所以 听了马赵状的这番话后 老郭又立马给出了 马赵状另一个答案 老郭实际上 也是给孩子一个机会 想看看他面对失败的反应 而他的表现 也没有让老郭失望 所以最终 老郭收下了他 但其实 老郭当时淘汰他 也并没有过错 毕竟比赛就是比赛 要尊重游戏规则 如果公开犯规 对其他选手 实在是不公平 私下收徒弟 这是爱财 而有郭德纲 这样爱财的师父 马赵状 这绝对是比晋级还值 而千尔大爷 也是真的喜欢这孩子 第一次 千尔大爷让老郭 看在他的面子上 把这孩子留下 第二次 老郭收下他后 千尔大爷 便立马说不能口蒙 必须让马赵状努力 从而和老郭正式摆之 而如今 马赵状也的确做到了 他不仅成为了 第一批龙字科 给字的演员 并且还时常 有到小园子里 历练的机会 可以说 有老郭和千尔大爷 马赵状 这绝对是比晋级还值 但除了马赵状 他却是老郭 在节目上 主动收下的弟子之一 他原来考过我们 这个德纹社学院班 萧子科 萧子科的时候 为什么没要你 不是没要我 那个家里 那个母亲生病了 然后没 没来聊 我们龙子科 现在开科了 要来考吗 还没等老郭说完 阿伟立马便碰瓶上了老郭 但看着阿伟的下跪 老郭却并没有躲开 因为对于他的才华 他的的确确是欣赏的 而这个阿伟的背景 也不简单 拍抖音上来 就有几百万粉丝 甚至还有明星助阵 所以这也有不少人认为 老郭是依靠他的名气 在捧他 但殊不知 本丝是他靠自己 努力吸引来的 明星助阵也一样 至于老郭捧他 或许大家应该看看 他这一整季的表现 甚至就连孙岳 都对他赞不绝口 我觉得阿伟 好在哪 那个人看的是 他整个人是在这段 像情景之内 所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和细节努力成反比 连孙岳都如此肯定 阿伟的水平 老郭又怎么会看走眼呢 再加上 阿伟本就是因为 孝心中途 才退出了德云社 所以烫感烫到这种地步 老郭自然不会错过 这么一颗好苗子 看着阿伟频频 向老郭鞠躬 想必不少观众的情绪 都百感焦急 因为近些年来 老郭被黑的声音 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这中间的质疑 还越来越大 可殊不知 老郭现如今的重心 却早已经从相声 转到了京剧和鼓曲上 可当他面对好苗子时 他却永远不会吝啬 要不要借这个机会 给向日新势力 再次宣传一下 先生您都宣传的可以了 是啊 哪有什么一家独大 老郭想做的 不过是百花齐放罢了 而对于后辈们存在的问题 老郭也从不像 其他人那样弯弯绕绕 反而总是一针见血 能点明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你们俩太熟了 所以说他刚说完 你就能接上来 你没给观众 一个缓冲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就差一丁点 你抢在观众明白之前 你先明白了这是错的 要知道 能做到像老郭这般 大无畏精深的 在整个相声界里 简直是少之又少 可老郭呢 实在是可惜 这两个好苗子了 即便自己开口三次 邀请他们加入 德云社被拒绝 但对于孩子们之间 存在的问题 他也会毫不吝啬地开口 而相声界 如果人人都能像 老郭这般如此 想必观众们 一定能够看到 百花齐放的那天了吧